美股都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你最许多的初位部署和美股方面的策略 现在有什么的心碎股份呢? 我美股,我自己持有的最多个数只 大概可能ASML 都是做关克基相关的股份 就是TSM的上游 另外有持有SE、C 这只就是,如果大家都听过了 应该就是东南亚腾讯 刚才说了,是光复的 可能我会玩香港,就选了3134 你说芯片的,我就不太喜欢炒香港那些 因为好像感觉上都是难炒一些 技术含量又不是太高 反而美股的ASML,始终都是超级龙头 所以就会好炒一些 你看到我价格也是的 慢慢慢慢up上去 所以就喜欢这一款 你说是科技股的 我都没有选香港的腾讯 我就选回美股那边的SE 我想真的,科技股 既然香港这边有这么多的调教的话 我想美股那边相对会好做一些 SE现在都继续保持破顶了 所以我主力是,你说仓位最重仓是这两只 那也是一个中长线 是吧 中长线 我想是中线 暂时的形态未转的话 都暂时保持 而且我想美股的形态仍然很漂亮 你说未来可能会减买债 对啊 我想会有少少短期震荡 但是你说 去到再走远一点的话 收税我觉得不是问题的 因为你是因为经济好而收税 我觉得这个 不会是一个差的Signal 反而大家要习惯一下 在收税之下 那些钱会流向哪里呢 我想未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再看清楚 好了